前幾個禮拜,我們在台北舉辦公司的五週年回顧展 那展覽已經結束了 但有不少內容,想要跟沒有看到展的朋友們一起分享 所以今天,我們就不聊時事來聊聊 志祺七七頻道背後的圖文不符 成立滿五週年的回顧吧! hiho 大家好,我是志祺! 不少七七頻道的觀眾朋友都知道 志祺七七這個頻道並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在製作節目而已 我們有一個大約10個人的團隊 在處理每天的企劃發想、腳本寫作、後製剪輯、商業合作等等 不過,可能有些觀眾比較沒有那麼知道的是 志祺七七團隊也只是我們整個公司 整個大團隊裡面的其中一部分而已 那這個公司叫做簡訊設計,是我們在2015年創立的 可能有不少人聽過或是看過的臉書粉專 叫做圖文不符,就是我們公司底下的第一個品牌 而這次為期三週的回顧展 有非常非常多的朋友都有來欣賞看 而這個期間一直也都有觀眾跟我說 他人不在台北沒有辦法來看 問我們可不可以把展覽做成一個線上的版本 沒有問題,全部都聽大家的 所以我們今天的這一集 就會把展覽的一些內容做給大家看 不過在開始之前 還是一樣先來一段我們自己業配自己的廣告 想做大型年度行銷計畫嗎? 想在社群上創造聲量嗎? 從計畫、設計到操作一手包辦的簡訊設計 是你的最佳選擇 不管你需要動畫、社群、網站、品牌從事 還是大型年度行銷專案 簡訊設計隨時歡迎你來信 那雖然說是五週年的回過 不過這一切可能得要從更早之前開始講 但是從七、八年前開始 那個時候隨著智慧型手機 以及行動網路的普及,要取得資訊其實變得越來越容易 但是大量未經篩選的資訊 也總是讓人覺得演化撩亂 我們很難判斷哪些資訊是正確的 哪些是有價值的 也很難去釐清每一件事情之間的因果關係 但大家可能就會覺得說 如果有人可以幫我篩選出一些最重要的資訊 整理給我看就好了 而有了這種需求就產生了攻擊 而差不多在這個時間上 社會上也發生了許多重要的大事 例如說紅中秋事件 還有服貿協議 跟後來的太陽花運學運等等 而在這些重要複雜的議題背後 就有許多的網友還有鄉民 會在各個平台上製作懶人包 這些懶人包因為脈絡清晰 也有幫忙摘錄重點 所以就能讓很多人不用特別花什麼力氣 快速地去理解整件事情的懶龍去脈 而這種懶人包的流行 可以說是加速了知識和資訊傳遞的效率 也是滿受歡迎的一種產品 而這樣的背景就成為了我們最初發展的養分 而在這個時間點 我跟七七頻道的另外一位總編轟天雷 就一起投入了資訊設計的領域 這個資訊設計的意思 就是把資訊的內容用更簡單、更有趣 更好懂的方式來呈現 我們發現即使議題比較艱難、比較小眾 但只要是好的內容並搭配上好的設計 它還是能在社群上被喜歡、被看見 所以我們覺得像懶人包這樣的工具 或許有機會能夠滿足某些市場的需求 成為一套可行的商業模式 於是,2015年的4月 我們兩個人就共同創辦了 領域設計這家公司以及圖文不符這個品牌 我們希望不管是什麼樣的議題或事件 都能夠找到大家有興趣的角度 簡單、有效的匯整資訊 然後用討喜的圖文來呈現出來 讓大家看了以後,願意分享、願意幫忙擴散 最後促成實際的行動帶來改變 而且我們也希望這套商業模式 是可以達到一邊賺錢一邊改造社會的目標 對,很中二,但就是這樣才走得遠嘛 總之在這個超級中二的核心價格之下 我們也漸漸的累積了不少的作品 有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這些作品而認識我們 只要我們幫他做懶人包 不過差不多在這個時候開始 Facebook也開始改變他的演算法 開始鼓勵各種影片形式的內容 如果只是圖片跟文字就未必能被推播出去 所以我們也開始主手實驗 想要讓懶人包動起來 動畫的好處是,能從第一秒開始 吸引觀眾的目光,而且大家也都喜歡聽故事 透過動態影像,再搭配上簡單的口白和配樂 溝通就可以變得更有趣、更平易近人 這個效果甚至可以超越語言和文字的限制 那我們這個時期,其實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就是為什麼我們會指責受害者這部解釋型的動畫了? 它得到了許多國際大獎 甚至讓我們正式進入了設計圈 在那之前,設計圈的人可能覺得 我們是在做插畫的插畫圈的人覺得我們在弄行銷 然後行銷圈的人就覺得我們在搞設計 怎麼放都很尷尬 但這個作品讓我們被看到被認可 然後於是就有越來越多優秀的夥伴加入我們 也讓我們的作品變得越來越好 不過這個時候我們又發現 大家雖然都很喜歡動畫 而動畫也能夠展現公司綜合的製作能力 但它畢竟還是需要透過社群平台來露出 而當時最主要的社群平台Facebook 概念上是屬於即時瀏覽的 也就是說,就算我們的作品很受歡迎 但可能幾天過後 系統就不會再把它推到大家的動態牆上面 而之後要搜尋也很難找 那為了要解決這樣的問題 我們又做出了一些新的嘗試 為了讓我們的作品能留在網路上被看見 甚至是創造出更有深度、更完整的互動體驗 我們決定以資訊設計的概念開始製作網站 那當然,有了過去的經驗 我們一樣很重視友善的瀏覽體驗 希望能讓來訪的網友在逛網站的時候 就像是在看一場場的線上展覽一樣 那這類型的作品裡面 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海廢圖鑑了 我們設計了很多有趣的彩蛋 而這個作品又讓我們再次得到 紅點的年度最佳設計大獎 那有興趣的觀眾 等一下可以再找這個東西去逛逛玩玩 那也因為有了這樣的經驗還有團隊 我們發現深度互動的重要性 所以就開始繼續想說 有沒有其他更有趣、更深度的方式 能夠傳遞跟接收訊息呢? 剛好團隊裡面有很多人都非常喜歡玩遊戲 於是我們就開始試著把資訊設計 還有遊戲給結合在一起 打造出好幾款互動式的一體遊戲 而這邊最著名的案例 應該就是2017年推出的全能古籍燒毀王了 那這個遊戲的背景 是我們有一次在聊天的時候 講到大家都說台灣的古籍會自燃 但我們或許可以把這件事情做成遊戲 讓玩家先努力的燒掉各種古籍建築 然後透過遊戲的過程 慢慢的讓大家認識到你剛剛燒掉的那些古籍 它背後的真實故事以及相關人物的心情 那透過這樣的設計 很多人開始對這個議題產生興趣 也願意主動去分享這些資訊 而從那之後 每年我們至少都會推出一款遊戲 會把一些比較複雜的 進入門檻比較高的議題 透過特別的遊戲機制讓玩家能夠沉浸在裡面 也能夠有更深的代入感 那結果呢 我們就變成了一家被設計給單戶的遊戲公司 而在做出這些作品之後 有天突然就有人跟我說 欸張志祺 欸你們在做很厲害的社群行銷呢? 那現在這個詞 大家可能聽起來也覺得很平常啊 但是在過去可能是還沒有這樣的概念的 不過隨著各種不同的社群平台越來越成熟 用戶們在不同的地方 也會有不同的需求和行為 所以我們就開始 需要把手上需要傳遞的資訊 依照不同的平台和受眾 量身達到最適合的傳遞策略 包含懶人包、動畫、網頁、遊戲等等 都是可能的選項 而在這當中 我覺得很值得一提的 就是捷運之亂這個專案 當時為了行銷台北捷運第100億人次的搭乘 我們直接在Facebook上創造了好幾個帳號 分別代表台越北捷運的不同線 來跟網友進行互動 那像這樣透過不同平台之間的互相串聯和導流 就產生了更豐富、更完整的體驗 帶來了好幾倍的綜合效果 而且我們還發現 透過這樣的模式 我們可以把行銷費用給省下來 放在打磨內容上面 因為只要讓內容本身還有社群喜歡的元素 那麼社群上面的使用者 就會自己幫我們把這些好的內容給推出去 隨著這些作品跟成果被越來越多人看見 就開始有不少人想要找我們去分享心得 可能請我們去演講啦 或者是去幫忙上課等等 於是我們又發現 欸!好像又有新的挑戰了 我們那個時候發現說 如果每個演講的邀約我都要去參加的話 那我自己的時間就會被打得很散 而且每次講的東西其實都差不多 可能是有點沒效率的 所以我們就開始思考說 是不是可以把這些內容製作得更完整、更精美一點點 然後直接提供給需要的人就好了 那剛好在這個時間點 我們就與HaHao這個課程平台接觸了 我們發現到很多人都希望 可以用更有系統的方式來寫求知識 所以我們就把自己會的這些東西 做成了資訊設計這本現場課程 結果市場反應非常的好 那大家喜歡的原因 可能是因為現場課程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 可以重複的學習 甚至可以寫作業 然後也有人可以一起討論 而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又發現團隊這種自作課程的能力 好像可以用在更多的地方 於是我們就決定把這個部門獨立出來 成立圖文不符上課樓這個品牌 協助其他專業人士製作課程 回應大家常見的一些需求 比方說要怎麼經營社群、要怎麼剪輯影片 怎麼當一個YouTuber、怎麼接案、怎麼提案等等 而這些課程也成為了公司一個很重要的經營基礎 因為如果課程賣得好 我們就等於是可以投入一次資源 然後持續創造後面的被動收入 這不僅能夠讓我們找到更優秀的人才 也可以讓我們嘗試更多不一樣的可能 而最主要的嘗試就是志祺七七這個頻道了 差不多在2018年的時候 我們發現了三個問題 第一個是過去透過懶人包 或者是動畫這樣的方式來跟時事的話 整個製作的時間會拉得比較長 可能製作出來之後就沒有人要討論了 而第二個問題是 如果只在Facebook經營的話 那還是很難讓製作出來的內容得到長尾的效應 能夠持續地被看見 而最後是我們發現我們的受眾年齡 低於22歲的人已經越來越少了 而在因緣際會之下 我們發現如果是YouTube的影片 這些問題好像都有機會可以被解決 像是我們可以用比較標準化的程序 來快速地製作影片跟上時事 而YouTube這個平台上面 也很鼓勵大家去看舊的影片 不管是透過搜尋或是演算法的主動推薦 而這樣子影片就是有一個優勢可以持續地被看見 而最重要的是 YouTube上面也有更多臉書上面接觸不到的族群 透過Cross或是Feature這樣的文化 我們就有機會把我們製作的內容 給擴散出去,突破同文層 那很幸運的是,我們頻道成立了兩年多來 現在也已經有了63萬的訂閱 並產生了一些社會影響力 那我們自己有的時候還是有點不習慣 但每次只要看到有人說喜歡我們的影片 或是謝謝我們為一些議題發聲 就會覺得滿值得的 那甚至也有很多老師會傳訊息給我們說 有些影片跟上課的內容有關 他們就會把我們的影片播給學生看 那我覺得這樣做也真的是滿好的 非常歡迎大家都可以一起來使用我們的影片 那前面雖然是這樣子一段一段的介紹 但這並不說我們每做完一件事情 就不做其他事了 無論是懶人包、動畫、網頁、遊戲、社群行銷 還是課程或影片 我們都還有持續地在提供這些服務 而且也因為這些事情能夠互相支援 所以整體創造出來的效果可能也會更好 而經過這五年下來 我自己覺得最開心的地方 就是我們成功證明了 做設計是真的有用的 是可以創造出影響力的 而且做設計真的可以不用餓肚子 有很多設計師就曾經跟我們分享說 他們看到我們公司可以給出滿好的待遇 也可以持續地做出一些有社會意義的公益專案 就會覺得希望我們一定要繼續地好好做下去 那也有很多圖文不符的粉絲 還有機器頻道的觀眾 一直都透過各種方式在支持我們 無論是按讚、訂閱、留言、分享 或者是加入頻道的會員 甚至是單筆小額的斗內 這些真的對我們的幫助都很大 所以在這邊也要謝謝大家的支持 那希望下一個五年 簡訊設計、圖文不符、還有志祺機器頻道 也可以繼續帶給大家好的作品 對了,在這邊也要順便宣傳一下 這次的導覽我自己有導覽過好幾次 而其中一次有完整的錄影 我們最近會把它弄成會員專屬的影片釋出 那如果你有興趣,記得趕快加入頻道的會員喔! 好的,那今天最後的提問想要來問大家的是 你是從哪一支作品、哪支影片 開始認識圖文不符、或是志祺七七的呢? 歡迎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我們明晚再見囉!掰比!